哈喽哈喽,今天给你们分享一款特殊材料做的你哟 纸巾满透年,表面超级光滑柔软 关键是弹性很好,因为添加了纸巾一点也不单手哟 开始浇成咯,碗里加入液体浇水,尽量多加一些 然后今天的主角纸巾擅长咯 自成薄薄的一层往里放,我这里放多了,一张就可以 然后拿来搅拌棒,把纸巾和浇水充分溶解混合 这个过程需要小伙伴们多一点耐心 搅拌的差不多之后,然后拿来T恤泡,多加一点 这样做出来的泥蓬松柔软,再倒点甘油增加手感 最后选个喜欢的颜色,我这里滴了紫色色素 搅拌棒继续搅拌混合,把色素和T恤泡充分混合均匀之后 然后加入肤打护理液溶液,没有护理液建议用洗衣液哦 这样做出来的泥,手感会更柔软,饺子继续搅拌就好了 影片的动脑时刻来了,下列哪一个选项不是中国的四大古典名著呢 A 红楼梦,B 轮雨,C 西游界,D 水浒传 我在评论区等你的答案哟